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Dr.T aka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自己身邊的好朋友李醫師 A.K.A.老周 A.K.A.法拉利在哪裡先生呢? 今天要去簽一台摩托車 那麼身為他自己身邊的好朋友 當然二話不說 就直接載他去簽這一台摩托車 那麼今天我們李醫師 到底簽了哪一台摩托車呢? 現在就跟著老師 一起來去敲個就近 Let's go! 一開門就看到這麼帥氣的衣服 沒錯同學們 再次感謝最近大家的支持 我們的摩托車頂視圖這一件短T 一樣賣的超級超級好的 如果有注意看我們的表格的話 我們其實有好幾個尺寸都已經完售了 那麼現在只剩少數的幾件 為了不犯我們上次G63帽T的錯誤呢 我們這一次其實頂視圖短T有多硬很多件 所以呢已經訂購購買的同學 再次感謝你們所有標註老師 然後跟我分享你們實著的樣子 那還沒有買這件衣服的同學們呢 我跟你講不要猶豫了 因為我們也已經快賣完了 那這一次呢 這兩件衣服呢 一旦賣完以後 就不會再發售 也不會再做什麼第二波的好不好 好啦同學們 那麼現在我去在Jeff的路上呢 順便跟同學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在美國買摩托車 你必須要注意哪些事情 其實今天我們Jeff 他要簽的這台摩托車呢 是一台二手的摩托車 那麼對於我來說呢 如果要簽一台二手的摩托車 我必須要注意哪些事項 就是說我自己本身呢 都會注意哪些事項 首先呢 我們買摩托車的時候 當然第一件事情看的就是 他的里程數對不對 雖然呢 里程數沒有辦法完全的顯示出 這個車主到底是怎麼使用這台摩托車 或甚至呢 怎麼的去保養他 那麼為什麼里程數 還是可以大概看出 這一位車主 如何的去使用這台摩托車 非常簡單嘛 因為 你騎的越少就是代表說 他使用越低嘛對不對 就算這個車主呢 他不是很愛惜這台摩托車 或者是說 他平常都把他騎的非常的快 他騎的越少 就算呢 他沒有很愛惜這台摩托車 也就是代表說 他對這台摩托車的傷害的程度 還是沒有這麼的高對不對 那麼第二點我會看的就是說 這位車主呢 他在車上改裝了所有的東西以外 他沒有留住 所有過去的原裝的零件 那麼為什麼要留一些原廠的零件下來呢 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呢 如果說我們改裝東西對不對 然後車子可能不小心意外的 就是說沒有把它拿穩 然後翻下來對不對 車子倒了 那剛好呢 有原廠的東西呢 可以就是將它替換 或更換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覺得說原廠的東西 其實還是一定要有的 那像我呢 之前呢 買的那兩台經典的車 當然是不可能買到全新的嘛對不對 兩台都是二手的 那兩台二手呢 其實基本上呢 我全部 這兩台車全部都有原廠的東西 一個都不缺 一個都不缺 那另外一點我會看就是說 這一位車主呢 到底有沒有所有保養這台摩托車的文件 比如說像是 它的這個更換機油啊 是不是都拿去原廠 或者是說一些比較大的保養 是不是拿去我們杜卡迪的原廠做保養 這些我也都會非常非常的注重 那麼再次強調一次呢 我買一台二手摩托車的時候 我一定會看幾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 再次強調一次就是看一下它的里程數 我覺得在美國如果里程數沒有超過一萬的話 對不對 都還OK啦 都還OK 那麼我不知道我們的 Jep他這一次簽的這台二手摩托車 里程數到底多少 不過我也蠻好奇 看然後順便也問他說 他到底是怎麼樣去決定買這台摩托車 那第二件事情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 這位車主呢 他有沒有將所有過去的原廠物件 留下來 那第三件事情我會看的就是說 這位車主呢 有沒有將所有保養的這些文件跟證明呢 留下來可以提供我參考 因為呢 如果說車子真的 在過去有做一些比較大的保養啊 還是就是說可能有某方面的維修對不對 都可以提供我未來呢 保養這一台車子的一個數據 一個參考對不對 那麼同學們 講到買二手車 如果是你們的話 你們買二手車的時候 都會看哪幾個重點 也提供一下你自己的意見呢 給我們做個參考好不好 好 我們已經快到李醫師家了 我們現在就來去載他 Let's go 好啦同學們 我們的李醫師 先跟我們李醫師說聲恭喜 好不好 那個什麼 我們現在是已經把車子簽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揭曉一下 我們今天李醫師簽了什麼 摩托車 來李醫師自己介紹一下 所以你最後簽了哪一台摩托車 Diavo 也就是我們的 Carbon Fiber的Diavo Oh my gosh 我跟你說Diavo這台摩托車呢 其實我之前擁有過一台 然後我是擁有一台 2013年的Diavo 我的也是carbon版本 就是碳纖維版本 那我的那個版本呢 基本上是 那個年代最高配的 也就是說我有紅色的車架 還有一些紅色的線條 但是呢 Jeff他買的這台是 2012年的全黑的 2012年的全黑carbon的 這一台Diavo 我跟你說 這一台摩托車 其實這一台carbon的這個版本 我還蠻喜歡的 你看他的鋼圈 其實是跟我是一模一樣的 好不好 不是那個我們之前亞當擁有的那台 Diavo 亞當擁有的那台是比較怎麼講 入門版本的 所以呢 他那一台的鋼圈就沒有這個樣子 這一組鋼圈跟我之前的鋼圈也一模一樣 但是呢 Jeff這台呢 他上面還有裝上了這個 應該是slip on而已對不對 尾段的排氣管 對啊 這是competitionworks的尾段排氣管 欸 competitionworks的那個排氣管 都是出名的大聲耶 剛剛是蠻大聲的啊 所以再次強調一次你覺得現在騎的這台 Diavo 跟你的V-Rub比起來 最大的一個差別是什麼 就是power 那個動力是不是很誇張 差很多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講過了 我擁有過這個Diavo 那我以前擁有的時候 我一直警告你說 這台車子絕對不是你的一般的哈雷 因為它的那個動力真的不是在開玩笑 再加上這一顆1200cc的Teta Strada的引擎 對 這真的不是在開 它真的是非常暴力對不對 很暴力啊 我跟你講喔Jeff 剛剛我是幫你設定 我剛剛是幫你設定urban mode urban mode嗎 也就是最低的設定 對對對 我呢 如果等一下幫你設定那個sports mode 你會直接飛上去 真的是會飛上去 你一飛上去就往後 就往後啦 直接就是往後 其實這台車是不是讓你感覺有一種Drag Bike的味道 有啊 很強對不對 很強一個味道 對對對 欸 那再次強調一次喔 Jeff你為什麼這次會想要簽一台Diavo 我覺得Diavo 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很喜歡它 那個那個感覺 就後面輪胎就很 我喜歡後輪胎大一點 你有沒有感覺到 Vero也是240的 沒錯 這台也是 這台也是240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那種感覺就是感覺就很好 我比較穩重一點 對 可是這台動力特別大 非常大 非常大 跟你那個 那個是哈雷沒有辦法match up 不一樣的感覺 這就是為什麼上次你們一直要我買哈雷 然後我騎過我就馬上說 掰掰 哈哈哈哈 哈雷是比較relax的那個riding position 沒錯啦 就是比較 就是放鬆的 cruising的 就是比較像spoly 不同的感覺啦 對對對 對對對 可能我還需要一點年紀 再老一點才會真正的體會到 對不對 沒錯沒錯 但是呢 我的那個 我還是喜歡類似我們Ducati 這一種非常暴力 非常扭力非常強的 這一種 摩托車 這次強調的是我們的Diavo呢 其實我記得 我們的Diavo是在大概2010年的時候 開始引進消費者市場 那時候呢 我們的Diavo第一代的這個燈 就是這種圓燈 我覺得這是Diavo 所有的Diavo當中 最漂亮的一個設計 那我個人非常的喜歡就是Diavo 我們這個年代這一條 白色的這種LED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帥氣 Jeff你知道這一台幾匹馬力嗎? 162匹 沒錯 這一台有162匹 然後一樣給你三種的騎乘模式 有Urban Touring 還有Sports 不過Jeff 再次恭喜你 簽到這一台 非常帥氣的Ducati Diavo 有沒有很開心 很開心啊 而且價錢還不錯 對啊 我們可以騎到加州去啊 可以騎到加州 對啊 想加州一個Trip Road去就騎這台啊 好啊好啊 沒問題 沒問題 我覺得這台車子真的很漂亮 再次恭喜我們的李醫師好不好 真的是非常非常帥氣的一台摩托車 再次強調一次 這是2012年的Carbon版本的Diavo 非常非常的帥氣 也非常期待呢 我們未來李醫師呢 在這一台摩托車所點綴的一些改裝 講那麼多 剛好今天天氣還不錯 要不然我們就來去騎一下好不好 好啊 一定啊 天氣好 慶祝一下 是是 不過再次呢 恭喜我們自己的李醫師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去騎車一下 那麼感謝你們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好 好